台湾电脑印第大厂的技嘉集团,旗下的继承公司涉嫌将战略性高科技货品未经申请核准, 透过香港输出到伊朗,台北地检署19日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出, 前往新北市新电区北新路的继承公司搜索,并将负责人李怡泰, 刘信员工已被告身份约谈到案,并已证人身份约谈邹信员工及一名技嘉集团传务部门的朱信员工, 移送北检附训后,李怡泰及朱信员工请回,总经理装载华20万元交报, 员工邹华仅5万元交报后传。 继承公司是2017年才核准设立的年轻公司, 主要营业项目包括无线通信机械器材制造, 电子零组件制造,电脑及事物性机器设备批发及电信器材批发等。 前调查出,继承公司在2018年底, 没有向经济部国贸局申请输出许可证, 就将一批电子零件,透过香港转运方式, 输往被列管的伊朗。 一国贸局公告,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大致分为十大类别, 包含核能物质与设施,特殊材料与相关设备, 材料加工程序,电子。